全油管最快新闻 巴勒斯坦传统中的和解之道 他们必须要尊重受害者的家庭 当时的父亲和我一样 年轻又摩登 看到那些招呼他们进屋的那沙西比加的人 他得咬住嘴唇使劲别笑 因为这些人都跟他一样 同属于20世纪中期的年轻人 却被各种案里说早该消失的陈归漏俗所类 他努力憋住了笑 向这家人表示尊重和慰问 于是没人找他寻仇 父亲讲这个故事 是想让我明白和解的严肃意义所在 那是我们的不足正义体系 按照巴勒斯坦传统 个体并不是真正的个体 如果你偷了东西 甚至只是被指控偷窃 你和你的整个部落或家族都是有责任的 他们要对你负责 受害的家族或部落 有权利向你这个家族或部落的任何一个人复仇 阻止复仇或流血事件的办法 就是解决矛盾 双方会定立和解协议 三天之内 调解人会去受害方的家中 安排双方见个面 天堂此时聚照 要是有人被车撞死了 开车的人不管是否有错 都必须和家人一起来到受害者家中看望 道歉并进行补偿 受害者的父亲可能会说 我们想要五千万美元 虽然我儿子的生命是无价的 只要司机的家人接受了这个条件 受害者的父亲就会开始降价 看在安拉的份上 我减去一千万 看在穆罕默德的份上 我再减去一千万 如此这般 直到降到合理的赔偿金额 甚至不要求一分钱的补偿 和解更看重的是 尊重和荣誉 钱倒没那么重要 为了解决我的事情 家族里浩浩荡荡出动了一百人 来到老太太的村里 整个村庄的人都来参加数和仪式 我们十分严肃地道了歉 并提出赔偿 正如父亲所预料的 对方接受了我们的歉意和尊重 挥手拒绝了赔偿 我们尽到了职责 而他们也用拒绝任何实体赔偿的方式 对我们表示了尊重 多年以后 我在一群以色列人面前又讲述了这个故事 我告诉他们 不管你们的初衷 是不是要造成巴勒斯坦的那名悲剧 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 即便只是你们的行动造成的间接后果 按照我们的传统 你们必须承认这个错误 你们必须来道歉 只有这样 巴勒斯坦人才会觉得被尊重 才能够原谅 这则新闻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巴勒斯坦的和解传统 对于理解这一复杂的文化背景 有着重要的意义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